心魔八老也是一样的法子 施展太上天渊道 隐藏心灵并没有被心魔灾气影响 他们敢把符罩借给地势天 不怕地势天反叛 就是因为掌握了太上天渊道的奥秘 太上天渊道能死死克制心魔大周见 体内深渊世界 一开辟出来隐藏心灵 就不会受心魔的影响 除非地势天的心魔大周见 能练到最巅峰的第九层 否则压根破不掉深渊 而上位者们个个都精通太上天渊道 能死死克制普通心魔 只要地势天没练到第九层 他面对上位者就毫无办法 地势快去追杀轮回之主 心魔八老一口同声 催促地势天快点出手 现在心魔审判已经发动 局势一边倒 地势天占尽优势 正是诛杀轮回之主的大好时机 别急 那轮回之主今天必死 心魔结界 收缩 地势天眼眸杀意涌起 手中掐绝连连 覆盖方圆数万里的心魔结界 顿时开始收缩 夜尘 卫影 夏若雪 遮天魔地等人 正在逃离地缘殿的关头 在地势天发动心魔审判的时候 他们就清楚看到 一缕缕的漆黑灾气 在天地间涌起 整片天空都被染成了墨水般的黑色 仿佛有无数恶魔隐藏着 隐约传来真正诡异的豪哭声 夜尘等人眼中所见 天地巨黑 山河静默 方圆数万里范围内 山川河流 城池楼阁 花草树木 清风白云 全部沾染了心魔灾气 在这片范围内 所有生灵无处可逃 都陷入心魔的孽障里去 彻底疯狂 无数生灵的哀嚎声 惨叫声 挣扎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几乎要刺破人的耳膜 小心 第十天发动心魔审判了 夜尘心脏狂跳 隐约间有一股股恶念 从心底里翻腾而起 他看向四周 发现遮天磨地 下若雪 萧水寒魏影等人 身上都有一丝丝的灾气 翻腾而起 明显是心魔要发作的迹象 魏影手掌颤动 在心魔的影响下 甚至想将面纱扯下来 这天魔帝看着羽迟遥 抬起手掌 眼眸杀气尖锐 在心魔的影响下 竟想将羽迟遥也杀了 魔帝哥哥 羽迟遥下的脸色发白 连连后退 都小心点 来我这里 鸿蒙大星空 魂体转化 魂印出 雾土圆幅 守护 叶尘大喝一声 手掌一挥 一片璀璨的星空 从他掌心眼花而出 将所有人笼罩住 正是鸿蒙大星空 同时还有三道魂印环绕 鸿蒙大星空一出 顿时猪般心魔灾气 都被镇压下去 在这片星空下 则是雾土圆幅演化的大地 无比结实 脚踏雾土大地 头顶鸿蒙星空 遮天魔地等人的心神 顿时彻底冷静下来 无论是鸿蒙打星空 还是雾土圆幅 亦或者魂印 都有抵御心魔的效果 在这片星空 雾土的守护下 众人的心魔 总算没有爆发 抱歉 遮天魔地清醒过来 首先向羽迟遥道歉 叶尘 你看 夏若雪靠到叶尘身边 指了指前方 眼里带着惊恐之色 只见前方的天空 有一层禁制护照般的东西 垂落下来 拦住了众人的去路 这层禁制护照 上面缭绕着 珠般心魔符文 无尽灾气翻腾着 该死了 怎么出现在这里了 是心魔结界 我们来到结界边缘了 叶尘眼眸顿时一缩 眼前的禁制护照 明显是心魔结界的精臂 帝尺天发动心魔审判 方圆数万里之内 都被心魔结界笼罩 所有生灵都无法逃脱 只能在无尽的心魔折磨下 丧尸灵智 沦为帝尺天的傀儡 太上天剑 破 魏影吃喝一声 手掌一挥 一抹磅礴的金光涌出 化作一柄滔天巨剑 朝着那心魔精臂狠狠斩杀而出 巨剑斩在心魔精臂上 发出沉重的碰撞声 却不能撼动精臂分毫 居然连太上天剑都斩不开 魏影一脸诧异 完全不敢相信 别白费力气 除了无上援兵 世间没有任何兵器 可以破掉心魔毒瘤 夜尘脸色无比凝重 这层心魔精臂非常牢固 除非用无上援兵 否则压根不能破开 怎么办 难道我们也活生生 被困死在这里吗 魏影脸色一沉 看了看头顶的鸿蒙星空 万一这片星空沉沦 那他们就彻底完蛋了 心魔大昼剑实在是太恐怖了 他们已经逃离了地渊殿 几万里 居然还要被心魔灾气殃及 传功给我 等心魔审判结束 这么庞大的审判计划 第十天不可能支撑多久 夜尘咬了咬牙 盘膝而坐 维持着鸿蒙大星空的运转 只要这片星空还在 他们就不会沦陷 听到夜尘的话 萧水寒和遮天魔地相视一眼 立刻伸出手掌 一左一右 抵在夜尘的后背 将自身的灵力传送给夜尘 夏若雪和魏影 各自将手掌抵在萧水寒 和遮天魔地背后 沿着他们的身体 传功过去给夜尘 血龙和夜尘血脉相通 也燃烧自己的精血 输送灵力过去 夜尘得到众人的灵力 顿时精神薄发 鸿蒙大星空的星光 变得更加璀璨 坚持住 只要我们陆力通心 必可拖到心魔审判结束 夜尘目光决然 现在永恒圣王已经挽救出来 只要拖到心魔审判结束 那就可以圆满结局 然而 夜尘等人的合作 还没持续多久 笼罩天地的心魔金币 就剧烈地抖动起来 开始往内收缩 那心魔金币一收缩 就仿佛覆盖天地的巨掌 一下子紧握起来 在心魔结界范围内 一条条山脉 一片片森林 一座座城池 被骤然收缩的心魔金币 瞬间挤压得粉碎 无数生灵 在心魔金币的挤压下 也沦为了肉泥 尸骨无存 不好 心魔结界开始收缩了 夜尘察觉到这一幕 顿时无比震撼 捕捉到了滔天的危机 显然 地势天即便远在万里 也没想过放过他 现在地势天收缩结界 明显是针对夜尘 要逼夜尘重返地缘殿 看着那一层心魔金币 不断收缩挤压过来 夜尘等人没办法 只能往内地飞退而去 该死 地势天是想逼我们回去啊 魏影咬了咬牙 也感到了不妙 随着心魔结界的不断收缩 众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 地缘殿的山门轮廓 很快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 无数强者的挣扎哀嚎声 惨不忍闻 昔日金币辉煌的地缘殿山门 眼下已经被浓厚的 心魔灾气染成了地狱般的世界 地势天白发三千丈 高举苍穹 巍蛾如天神的身影 也出现在夜尘等人眼里 那一柄心魔大昼剑 高悬九天 魔微艳艳 力气滔滔 简直是不可直视 不可战胜 不可抵挡 夜尘 如果等会儿 我心魔爆发 你记得要杀了我 夏若雪握着夜尘的手 眼眶已经通红 浮现出绝望的神色 地势天的心魔大昼剑 实在太厉害了 方圆数万里之内 所有强者都沦陷了 无人能够抵挡 夏若雪不向自己心魔爆发 被地势天控制 做出什么苟且的事情 只求一死 主人 我们终究是失败了吗 血龙眼眸之中 也是一片黯然 原本还以为能逃离地缘殿 没想到居然活生生地 被地势天逼了回来 河地哥哥 如果我心魔爆发了 你也记得要杀死我 雨池摇挽着 遮天魔地的手 自知必死 眼里反而带着一丝释然 遮天魔地没有说话 脸色一片凝重 连一向斗志昂扬的消水寒 现在也说不出话了 他就算想拼命 也不可能碰到地势天一根汗毛 甚至 如果有谁敢离开 鸿蒙大星空的保护 立刻就会被心魔侵蚀 失去理智 变得疯狂 甚至变成地势天的傀儡 震动平息 心魔结界 彻底收缩完毕 原本覆盖数万里的心魔结界 现在收缩到直笼罩着 地缘殿山门 从大锅盖变成了小锅盖 叶辰等人也彻底被逼回了地缘殿里面 重返地缘殿 叶辰嘴角带着无尽苦笑 看着雄聚天穷的地势天 他心里的热血已经凉了 失去战役 以前无论碰到多么厉害的敌人 叶辰始终是战役沸腾 不曾屈服过 但现在叶辰彻底心灰意冷了 执掌心魔大昼剑的地势天 已经强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压根儿不是任何手段能够战胜 在地缘殿外面 数万里山河已经彻底破碎了 刚刚心魔结界收缩 大地被心魔精臂离了一遍 无论是山川河流 还是城池森林 都成为了废墟 数以千万的人口 全部被挤压碾碎 成了一滩滩 粘在地上的血肉烂泥 外面的世界是真的被夷为平地了 显然 地势天没兴趣管普通人的死祸 心魔审判只针对叶辰 还有地缘店里的宾客们 至于外界的人全部杀死也无所谓 这点血涅因果 在地势天眼里自然不值一提 叶辰手中握剑 望了望下若雪 卫影 折天魔地等人 众人也望了望叶辰 所有人沉默着不说话 都是一样的心思 一旦鸿蒙星空崩溃 心魔袭杀过来 众人就立即自杀 免得沦为行尸走肉 轮回之主 欢迎你回来 欢迎你回来